也是 怎么样了 您放心 一切都安排好了 还有三个小时 非特的仪式 就要开始了 因为那边有什么动作吗 没什么大的动静 看来我这弟弟 是陷在温柔箱里出不来了 林总 您这招声东击西啊 还真是高明 我问你啊 林悦 这次是不是回天乏术了 回天乏术 我帅吗 帅 去退退 喂 是 那 老板 怎么来说 菲特刚刚收到了被告通知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 向纠纷部发起的搜索 这么突然 封锁消息 菲特必须正常上市 什么表情 说 恐怕没有办法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集团股东那边 好像都已经收到消息了 正在低价的抛售菲特的股份 这帮沉不住气的老头 一个律师韩就按捺不住了 好像是 股东们昨晚都收到一封邮件 里面有菲特销售额注水的 数据报告 说是 我们再给大家开空头支票 承诺的增长率很难得到 马上 把外流的股份全部给我够过来 听见了吗 是 进来 林董 恐怕你这股份 是买不回来了 什么意思啊 觉得方宇建设买不起 先不说你买不买得起 先不说你买不买得起 更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卖给你 跟他有什么关系 是你 送开 送开 小白 打开 打开 你盼了一个女人 你看 林总 保安就算来了 也打不过她 这事没这么简单 我怎么感觉被吓套了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 大哥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 规规于牛尾很久了吗 我出车祸 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 拖着我 好让你飞特崛起 好有时间翘走我的团队 偷走牛尾的核心金属 你咋就知道了 你就是故意的 你为了搞垮我 连自己公司的核心技术 都愿意白白给我 你真够狠 但是你以为你有啊 我看你没了核心技术公司 还能撑多久 我 还是飞特的最大股东 大哥 你以为你撬走了我的团队 拿走了SA系统 牛尾就会垮掉吗 你以为你还要做什么 我还要做什么 我 我还要谢谢你 我一直觉得 牛尾人员冗余 多亏了你 帮我做人员精简 我一直都有投资 海内外优秀的硬件生们 来进行全自动化的技术研发 目前已卓有成效 已经可以投入建设了 所以那个所谓的 SA版自动化 不过是凝造出来的假象 原本不是 只是大哥让我提前了几个 而已 如果不是你这么冒进贪婪的话 也许你今天就不会输得这么多 还有 如果你再这么贪婪下去 你迟早会被你的野性 给吞噬掉 反正是你赢了 什么风料话不都让你说吗 吞噬 吞噬吞噬 吞噬吞噬 李总 你 你没事吧 喂 刘董 不不 绝不会像外界传的那样 我 我们老板 他不在 对 她前两天 恰好出国了 对 对 老白 怎么办 现在董事们都在找您 能怎么办 我想想 这几天找我的人 已经见了 好 喂 朱总 对了 林总 就分过那边 要新的找您 不必了 明白了 这么多简历都石沉大海了 我等说出是真的 你别着急了 我不是也没找着工作吗 你要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回去做你的总裁夫人 或者继承总裁家业也还不做 你看你又来了 你又是不知道 你看那边 我跟你说 那个人从我们坐下来 到现在一直都在自拍 太自恋了吧 就他那个长相 开了摩比加美业 也不至于正拍吧 赵经理 输人了 看大概是否 我让你去南大海 我认为你去南海 你自己操作 你去南海 但我觉得他提的价格 有点贵 所以还在考虑 不过就是想挑草 但找不到工作 你嫂麻好像有点大 好了 赵经理有破裂 叫我赵来就好 那赵经理 要不你这个合伙人 考虑一下我们安心吧 我们安心可是 超级网慢大神 网慢大神 没有他胡说的 我不是什么网慢大神 我就是一个 喜欢画漫画的 小菜鸟而已 那你电邮是什么 西北望长安 不好意思 意识没忍住 自己也来了 你这个口红好像 不大防水啊 你擦个阿玛尼的口红 我哄你一边试试 不了 不了 我最近暂时没有 他做美妆卷的想法 西北望长安 我一直是你的粉丝啊 是吗 你还看过我的作品 当然了 我前不久一直在追 一不小心剪刀王映 可是没多久他就停更了 我为此还伤心了很久 你怎么不更了呢 你 你你可以加入我的工作室 你只要以完全入骨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工作室就我们两个人 工作室会很快点壮大起来的 要不 让我好朋友悠悠也加入进来吧 她速写超溜 真的吗 熊梅 熊梅 怎么样 可以啊 有点东西 不知道是谁啊 迈克 就是一个歌手 他几乎所有的手绘都全是游游怀 不认识 但也没关系 那悠悠小姐 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工作室吗 考虑一下 别考虑 反正也找不到工作 大家一起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工作 找得到工作的人 会像你们一样 大白天的还是工作日 就坐在咖啡馆前上嘛 怎么样 行吧 那加我一个 那我们工作室的名字叫什么 您好可慢 大功告成 赖子 是不是还有点歪啊 不歪啊 我设计的标志 它本身就是有点这样歪的 就是多好看 进去看看吧 画挺好 看 怎么样 新装修啊 好了 表现 太不错了 照片挺新的 用心了 好吧 对了 阿姐 那是你的工位 这儿呢 是首席 悠悠 你就坐这儿吧 为什么我在这儿 因为你离门口气 可以方便拿外卖 对 那个地方还可以放一个沙发 然后这儿可以挂一张海报 我觉得这儿还有人哄 对啊 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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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老板 可以找我来打工吗 你别拦着我 这么没眼睛见了 来给我收拾东西 别拦着我 磕疼呢 可以啊 包吃包住 但是没有工资 什么时候捡合作 走吧 我们去吃饭 你干吗得拔伞啊 今天有雨 今天有雨 今天怎么可能有雨啊 这么大太阳 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吗 天气预报经常都不准 我从来都不看 那就当 今天是真的 那就当 今天是真的 我未雨绸缪 有没有什么奖励 都看着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竟然知道官派 位置我学习了吗 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 可拉倒吧 你是忘记了自己曾经烧掉了我的微波炉吧 一点都不接地气 接地气 你等着 现在是周五十二点 午餐时间到 按时吃午餐才能身体棒棒哦 你怎么跟零月一样絮絮道道呢 我不去吃我饭又怎么样 你能看得见我啊 不按时吃饭 会引起胃溃疡 胃炎消化不良 还会降低大脑功能 你想大脑发育 甚至 阿翔 这里一下架 我去 别说了 吃饭 来 我出水都没有人来帮帮我的吗 林 林总 好了 什么情况啊 洗料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什么药物啊 就是 还见过了 我本来没有 你今后就没有钱 这个水也没有药物 是 所以现在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钱带币 好了 大家不要吵了 听我说一句吧 展哥事情的经过 我们现在都清楚了 各位股东们 请各说几件吧 董事长 我们当时跟林方总 可是白纸黑字 签署了条约的 他说他为了发展 零式的物流业 才弄的那个什么公司 现在 不仅承诺我们的回报 没有兑现 还把我们的老本 全都亏进去了 都是一家人 我们也不想上法庭 董事长 还请您替我们主持大决 那你们希望他怎么做 我们只想要回我们原来的 那一部分 既然没有钱 那就把方宇建设的股票 变现赔给大家 对 你们就是想弄死我呗 对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想撒死我啊 相当大的说的白 各位 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方宇建设 现在元气大升 即使股票变现 也弥补不了大家多少损失 最多也就是给各位一点 心理安慰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牛位 原有权的百分之五 稀释后 低价给到各位 就当做是我大哥 给大家的赔礼道歉 相信大家也知道 牛位马上就要上市了 这百分之五的利润 在将来 可是不可限量的 这倒是个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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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就不错的 这就行了 现在就去看 谢谢 那你可绝对吧 好 倒是个办法 是的 你看 汇报非常客观的 是啊 这方如现在就是个空架子 与其和他死磕 当我们选一条有前景的路面 这还是要我们出钱 买他的股票啊 这看上去 也没有多少划算了 既然这样 那大家就把我大哥的股权 拿走了 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 我也不想再究竟了 就这么决定吧 那董事长 我们就先过去了 不耽误你们处理家事 辛苦各位跑一趟了 老大 老大 你以前怎么胡搅蛮缠我不管 但是现在你的做法 已经威胁到了集团内部的利益 今天幸福如老二落了一把 不然连我都保不住 爸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错在哪儿啊 我不该狂自大 从房地产转到电商 错在没有预估到 跨行业存在的风险 何困难 我来告诉你 你的错误是什么 你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冒进 你以为你这次是因为缺乏经验吗 不是 你缺乏的是眼界和胸怀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坐到这个集团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你怎么让全公司上下所有的员工 相信你能带领集团公司往前走 爸 先喝口水 你先消消气 大哥也救死我 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 公司的事情咋是没有关系 爸 我告诉你 这次你真的要感谢你的弟弟 他不但帮了你 也望林家挽回了不少的损失 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了 爸 坐不住了 你不服 爸 公司那边还有事情 我就先走了 你看你弟弟是怎么做事的 真的应该好好地跟他学学 你也是 我 你今天多道理 你二十二岁了 你成年了 天天跟着一个女孩在后面念 念什么呀 有点出息 想不想 等一下 你这么警惕干吗呀 他刚帮了我 我能对他怎么样啊 你说 为什么帮我 你刚明明已经赢了 只要我一倒台 林家什么都是你的 可你偏偏这个时候收手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输赢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没有想过要和你争 所以你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谢谢你是吗 你怎么想我不在乎 你怎么办 大哥 你怎么办 你父亲 你们怎么办 他们就知道 跟着理学生的 没有帮助 你不认为 你什么没什么 Wan 你打得我呢 你刚刚经历你 一场过山车 这样也好 突然放松了 大哥 你去哪儿 老爸不是说 让我放假吗 我听他的 你先回公司吧 我出去一下 好 欣儿 你怎么在这儿 知道你今天在这附近工作 所以约你私奔 有兴趣吗 私奔可不像成年人会干的事 我只是开个玩笑 今天呢主要是向你讨厌 一直以来你答应我的约会 你想去哪儿 去春游 我知道郊外有一场 非常大的主题音乐节 我猜你肯定喜欢 可是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些工作 没有忙完 没事 反正我也知道 你大概不会拒绝我 既然要加班的话 那就多吃一点 好好补充能量 好好照顾自己 谢谢 所以我是不是很有觉悟 但是我真的有事吗 知道了你这大忙人 快去忙吧 拜拜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能送你这个吗 哦 刚才想起来 我公司的事情 没有跟您着急的 我们还是先出去玩吧 真的吗 那我们快上车吧 这个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喝一口吗 你给 什么呀 这么甜 我要喝 我们走吧 好 我去 我们的漫画点击量 已经破十万了 来来来 评论里面粉丝 万人血书要求加根 安心 我怎么突然发现 这个小爷跟我长得 其实挺像的呀 我就是照着你挂的呀 放着这么漂亮 张脸不用 岂不是很浪费 都不不好意思 本来吧 不会吧 你们女孩吹起彩虹屁 都这么盲目吗 她这大冰脸 怎么跟那瓜子脸 也挂不上边啊 不是 赵蕾怎么又有 你的事啊 我又发现 你这张嘴 真的长得没有 不必要 我觉得很完美 你们先聊啊 还想吓唬你一下 怎么了 偷窝我干吗 上车吧 有什么事儿吗 庆祝你们点击量破十万啊 可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你都连续工作好几周了 给自己放假的权利 你都没有吗 我看别的老板都是折磨下属 怎么到你这儿就自我压斩 我哪儿有下属可以折磨 知道老板是我 良工是我 清洁工阿姨也是我 什么都是我 我除了折磨我自己 还能折磨谁啊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 去露营 你不是说我不接地气吗 露营 露营 你还挺会说错就改的 那好吧 我回去你拿一下画板 我女朋友还真是个工具狂啊 会吗 漫漫长路顺利还少人的 超级可爱的美少女座牌 还有我这名美少男 也可以勉强座牌 我们 不许 安心 安心 我们也要休息休息了 会破百万做准备的 对 我们就当一起去 庆祝庆祝 怎么样 我不会打扰你吧 准备 准备 这位在开车 我把你打扰你 卡着我 你安心是你 不许你 我现在会 干脆 你打扰你 打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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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话 我先去给你 咱们再来 我放下来吧 我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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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了吧 非得喝那么两大瓶水 说美容 能不这样吗 都快炸了 对了 悠悠 今天我们去露营 真的能看到那种 满天银河的星空吗 不 真的 我在网上查了好几遍了 说这里是好多 露营爱好者的观测点 肯定能看见 那就可以看见 就不会失望了 那我可以吃这个吗 你想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您渴吗 我想吃这个 在这儿泡 你说这个 小瘦 小瘦 这么巧啊 二哥 嫂子也在 这么巧 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去露营啊 你呢 我们啊 我们也刚好 在找露营的地方 要不我们一起吧 安心 好巧你也在 好巧 对啊 我们也打算去露营的 这么巧 好 要不一起吧 好啊 那就一起去吧 我好了 行行行行 好 我小悠悠也太厉害了 第一次搭帐篷就正成功 你帮我拍张照呗 行 行 吃饭 好 好了吗 开开开开开 开挨吗 赵雷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自恋的 今天你见到了 别别别 别别疼疼疼 我都霸死我 我真是疼 别闹别闹别闹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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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我跟你大家说 要一起来录音 所以不开心啊 我是觉得 我们俩去什么人都不认识的音乐会 还不如跟大家一起来录音来得开心啊 难道不是因为我阿哥 安静也在啊 你看 大家都在 我不会生你的气 我只是觉得 好不容易能够得到一次 给你单独约会的机会 没想到得见过我才 这又不算是我们俩单独的约会 真的 那你的意思是 还有下一次 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你看 你头发多大 你怎么了 生气了 没有啊 你是因为我爹跟星儿来了 所以生气了吗 又又跟赵得也不也来了吗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漫漫不乐的 胜利气来了 阿芯 这个钉子没钉进去啊 你钉呗 再说了缺一个钉子又不会怎么样 这么牢固 怎么了 不行我给你躺一个 我给你睡 给你试试啊 一点都不会 不结实的 非常地结实 出来 快点快点快 那你这么想玩 我们一起试试吧 我才不好给你试试 都说了吧 不结实不安全 那总比你安全 那个 你没事吧 他没事 没事就好 你以后小心一点 他长这么大个子 又不是纸糊的 当然没事了 对吧 黎月 是 我没事 他没事 得把这儿筛一下一下 往下滴油呢 你箱子 不是 这就拿走了 馨儿 我刚烤好的 尝尝 小山 我们去散散步吧 你是想去找我二哥吧 所以我可以去见吗 又挺嫩的 又挺嫩的 真香 安心有小林总啊 那还要说嘛 那肯定是过二人世界 去了呗 尝一尝 老夫亲自为你烤的啊 你自己的尝尝 你也议到哪儿 老夫介绝了 哪儿啊 你就把我来的集团 是 我都要出 ditch你 和哈 明根车 你发生什么我 你终奋在前面 再散步吧 下去吗 小心啊 来 慢点慢点 这儿为什么还有帐篷啊 你不是说你想看星星吗 我就在这儿搭了一个帐篷 然后我们一起看星星 这个你都记得 好勇气 今天好像看不到星星了 可是我找这个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 那我们就下次再看 好吧 对不起 没让你看到星星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傻瓜 这么多吗 你喜欢吗 嗯 我哥车怎么在这儿 睡着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爱心 那个就是你说颜值很能打的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 像你这种男的可以称诸为那个男的 像安身这样的 男人 怎么可以这样称呼呢 也没有很帅嘛 骨子拉长的 没有我精致 行 行 行 说着玩着 你来这儿干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 一个单身男子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 怎么跟我没关系 而且这房子是我的 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 嗯 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 我哥是来接我的 不好意思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 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 你们玩得开心 下次再约啊 先走了 走吧 走 哥 你真的在安心楼下等了他一晚上啊 没有啊 没有的话 你这么爱干净的人 怎么会连胡子都不管 你还真是不会撒谎 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怎么这么傻 为了安心 我手一晚上 哥现在不想聊这个 嗯 哥 你还真是不会撒谎 你还真是不会撒谎 你怎么这么傻啊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 安心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不需要你每天每天守着他了 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好 都已经有点过分了吗 都不像是哥哥对妹妹 而是 怎么不像哥哥对妹妹了 哥对你不好吗 长远了吗 回去赶紧把胡子挂了吧 别让妈看见了 好 我知道 你不是这样你发现了吗 我怎么 mend 受丑恶惊呢 那您现在被称作 国卖界的未来 读者对您的期待 比之前要多很多 会不会觉得 有很大的压力 现在的确是比之前 一个人在画室创作的时候 要少去很多自由 压力也会有 不过更多的是 不想辜负这些喜欢我的人 尽可能地去把压力 变成动力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 就到这里了 谢谢何总 谢谢 那我就期待 一不小心捡到王爷 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 我会一直追刚刚 辛苦了 加油 慢走啊 那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这好不容易回来 多住几天哪 你看你都瘦了 哪儿的话呀 我还胖了三斤 多瘦 你身上哪瘦一斤胖筋啊 我看得一清二楚的 不行不行 你这个找女朋友的事情啊 必须提上日程 对 从来没有见过 哥把女朋友带回家里 妈 您就别操心这个事了 什么不操心哪 你看你妹妹 跟那个林盛挺好的吧 没有 妈 我跟林盛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就是把他当弟弟看 狡辩 还狡辩 什么弟弟啊 他眼睛都会长到你身上去了 不承认 对了 还有那个安心 跟林月也挺不错的 就你 连个人影都没有 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发展一下 我跟你爸爸 当年就是从朋友到夫妻吧 妈 我现在对女孩子真的没兴趣 对女孩子不感兴趣 你不会是 不是 想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 除了安心 我没见你跟别的女孩子走近过啊 你总不能跟他谈恋爱吧 妈 哥才刚从国外回来 还要适应国内的生活 而且这国内外女生的形式风格 都还不一样 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 大家给他一些时间吧 先生说得对 反正我不管 你哥哥谈女朋友的事情呢 不能这么拖着了 我还盼着早日做奶奶呢 上次跟我一起做指甲那个程阿姨 她女儿跟你一样呢 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长得可漂亮了 我手机上有她照片吧 看看 真不用吧 妈 您现在就别再催这个 行吗 反正我不管 得抽时间去看看 喂 悠悠啊 给你安排了一次相亲 这次你一定得去啊 我不想去啊 你不去 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妈 妈 自从我妈以为我和小爸分手以后 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 安心 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 坐在那里 穿灰衣服 我那个就是 悠悠 其实我看这背影我觉得还不错 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 看背影能看出来什么 再说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实行父母包办婚姻呢 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屈服 你现在还不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们帮忙 我跟你们说啊 一会儿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 我一走过去 作算一拿起水杯 你们就算了 好 你放心吧 悠悠 我们一定让她觉得今天感到刺激 老弟来了 悠悠 是你啊 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 我妈说的千千财君就是你啊 我悠悠的春天又来了 我爱相亲 还好今天是你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既然咱们来都来了 就把相亲流程走一下呗 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也就是拍照 旅游 做饭 我也喜欢拍照 我跟你说我平时给我们家卖 开闲那些鸡的照什么 去去去去去 许悠悠 你不是说你现在出差吗 背着我来跟那个野男人约会 打我当什么 绿王龟吗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不是 到了 到了 你怎么办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今天我就交代这事 你把这手先放下来 咱们放过去 你来 谁是你来 先坐下 等会儿再给你算 许悠悠 你怎么能这么做 安琪 哥 你听不懂暗号的吗 不是 暗号不就是你一举杯 我们就冲过来吗 我后面都重新暗示了那么多次 不是 不是 再说你们不是才见过吗 我以为你是在鼓励我的演技 赞赏我 况且这安生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原来是这样 这样也好 我之前一直愁着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 是悠悠的话 那就好办了 既然我们两个都不想相亲 各自找个理由堂司过去就好了 这是主书的鸭子送到嘴边啊 可不能给飞了 姐妹 你得跟我想想办法呀 但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你跟悠悠真是还有人啊 这种事都能凑到一块 是吧 确实很巧啊 确实很巧啊 这悠悠怎么说也是个优质女嘉宾对吧 要不然 这种事你别跟她下场了 一定是害羞了 你委婉天 迂回才输 收到 完 我突然想起来 你们都是被家里逼婚 这事要是还了 回家肯定也逃不过父母的魔掌 是吧 悠悠 我想了一下 要不然你们可以合作一下 彻底实现这个婚姻自由化 怎么合作啊 假装情侣 这样对悠悠不好吧 特别好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你帮忙的话 我就不用保护我爸妈折磨了 那 你觉得呢 特别好 好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 来 喂 是 妈 我跟悠悠一起 见到悠悠那一刻起 我就感觉到爱情来了 是 你放心吧 妈 好 我回去跟你说 那我先挂了 完美 这个我也给你发一个 今天我妈可见的朋友圈 你要拍那种父母最喜欢的文案 就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表情 微笑之类的 玫瑰花 可以 快点 哥 我突然想起来 我跟赵磊还有事情要聊 要不然你就先帮忙 送悠悠回家来 什么事啊 不是有方案要聊吗 对 方案 你们先走 杨夕 你又瘦了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我有好好吃饭 我这种外卖女孩 怎么可能吃饭难得到我呢 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光吃外卖怎么行呢 哥 你就不要再碎碎念碎碎念了 操心你自己的人生那是吧 快去快去 你就这么想撮合我跟悠悠吗 就这么想撮合 每个月黑风高夜的时候 我都会想我这么完美的哥哥 居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 我的心就隐隐作动 快去快去 爸 快去快去快去 加油 有什么好害怕的 诶 诶 那不是西北欧缠的吗 真的是 竟然火得了 我的妈呀 西北欧缠 西北欧缠 我可以要给你的借名吗 我超死了你的妈的 还有我 我也是 好 查阳姐姐 可不可以加更啊 完全不够追啊 就是啊 终于已经没有烂尾啊 我说什么呢 终于的烂尾 她说什么呢 尔虞 她说她 她现在是果子 想出天 习近来 我的眼前 对 你 了 要 他 不是